嗨,你好,我是刘奶爸 最近在测试这个Telegram的留言功能 蛮好玩的就是 Telegram它有频道看群组 那它的频道就好像LINE官方账号一样 可以群发讯息给所有订阅者 可是它的所有订阅者不能够跟这个频道组来互动 那因为我自己是管理员 所以管理员的底部这边有一个留言的地方 那这个留言其实是一个广播功能 就是我打上这个讯息按送出的时候 是所有订阅人可以收到 因为我是管理员 所以我才有这个输入的框 那你看我们这边一看小英总统 这个蔡总统他的Telegram 目前有43,502人订阅 那我是他的订阅者 我并不是频道主人 所以我的底下只有关闭通知 或者是开启通知这个按钮而已 我并不能够输入这个留言给他 所以在频道的功能里面 就会加装一个机器人的外挂 就好像这样子 这是他们加装的机器人外挂 就是这边可以点击爱心 就等于按赞的意思 对这篇贴文按赞的意思 然后右边的是留言 然后留言点击下去的时候 是连到一个网页去 用手机当然也OK 然后就会看到这篇留言底下就可以 所以这篇贴文底下就可以留言 好 那我那时候就觉得说 那这功能不错啊 我去安装一下这个机器人好了 可是我装了之后发现这个机器人有个缺点 就是人家在里面留言的时候 他可以在里面随便乱打广告 随便乱打广告 因为像比如说像这个连结啊 他是可以点击嘛 他点击之后就跳到别人的连结去了 这是可以随便去贴连结 而且可以随便乱留言 那为什么我说随便呢 因为管理员并不能够删除 并不能够删除不当留言 那这样就恐怖啦 那人家如果随便乱打广告 或同意来打广告 或随便乱留言的话 管理员没有办法删除啊 所以这一个机器人呢 我就决定不使用了 那我就另外用了一个另外一个机器人 另外这个机器人就不错 像我这边 这个可以管理不当言论 那我现在示范给各位看一下 我现在用另外一个手机 我输入Test 然后按送出 送出留言 然后我现在重新整理一下 我现在是管理员身份 我看到了Test 我现在是管理员身份哦 所以这个i6 iPhone 6这一个人 是刚刚我用另外一支手机来留言的 那我现在可以对他做reply 就是回复 或者是直接delete 直接delete 把它删掉 因为我是管理员 所以我可以把它删掉 刚刚那个iPhone 6 他自己可以去编辑他自己的留言 当然他也自己可以删除他自己的留言 可是他不能够删除我的留言 比如说我在这边写 Test 这是我的留言 然后他的画面呢 我把它放在旁边给你看 他的画面他只能够reply 就是恢复 他没有delete的按钮 所以我管理员可以控制 这个留言可不可以删除 因此小韵总统的这个机器人 我就不采用了 我就采用了新的这个机器人 我自己去找到另外一个机器人 好像这种机器人 到底怎么样使用 怎么样安装呢 我们在Telegram的学习专区里面 就有教大家 欢迎大家利用现在这个第一时间 赶快加入我们的讨论区 加入的详细情形呢 请点击下面的连结观看 请点击下面